请点 请点 行行行 嫂子 嫂子 出事了 嫂子 刘哥 怎么回事 连长被虎 王头人抓走了 他说要用自三五郎的话 不然的话就杀了连长 嫂子 得换啊 怎么换 自三五郎的话咱不知道啊 冯牌子 你什么意思 不换啊 一定要换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自三五郎 白山 老爸 跟我下山 不能下山 现在下山正好中了 龟田和英英的轨迹 张老爸 你到底安在什么心 是你要救连长 你怎么总是主持呢 我明白了 你爸爸的连长出事 你才开心是吗 别跟 胡说什么的 现在山上倒置了 活动人的暗示 不能下山 终一副 你到底是君子还小人 你不能因为你和连长 都喜欢私立 就想让他死 我不想让他死 就是 就想让他死 你不让私立下山就连长 那结果决心不良 我告诉你 如果连长有什么闪失 我绝对饶不了你 闭嘴 老爸你去不去 不去的话 铸巴山 跟我走 曹司 我跟你去 带着 张司令 组织两支小分队 一支打黄童人 一支护动私立下链 一支护动私立下链 火部流草药 给他敷上 带出去 孟龙不见了 不好 我们上的当 好 好 四三五郎没有死 一定是孟龙做了什么手脚 他一个树袋子 能做什么手脚 他一定为这事 准备了很久 这就是难不住他 那他能去哪里呢 孟庄 真的你听我说 你不能去啊 这是鬼子一个圈头 真的私了 你不能去啊 私了 你他妈不能去 我他妈逼了你 来啊 你为这把兄弟们考虑过吗 啊 他妈哪个不是爹是娘的 哪个不是少老小小 你为了一个人死一帮兄弟 你他妈觉得行吗 啊 啊 林寅长 我们终于见面了 是啊 能在这里见到归田先生 是我的荣幸 我们来合作一下 子敏 怎么样合作呢 啊 我想知道平行债的情况 可以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是 第一 你得为我保守秘密 在第二 你得给我点报酬吧 钱不是问题 平行债到底多少人 我去证明 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三四百人吧 两艇重机枪 四门排击炮 那地雷呢 地雷 这个我可不知道 你也知道 这个贵忠语封管 他这个人 秘密太多了 你是 真不知道呢 还是不想告诉我 你们都把我抓到这儿来了 我也不想受苦啊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可以问问 在平行债里面的内奸呀 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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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场的侦察 有没有你 有 联兴奋参与绑架了四三五郎教授 对不对 对 李连长 李连长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希望 我会优待你的 很奇怪 没有严刑卡的 连没有交换的条件 就全部攻城了 这个人不简单啊 他说的情况 都是我们已经了解的 我们想知道的 他却只字不提 可要求求的意思 他在杀我们 他不单杀了你 而且 他从你的问话中 探出了平行债上 有我们的人 狡猾吧 那他会 会 会拿自伤我狼子 为交换条件吗 我对联兴奋了解 他肯定会 因为李心灵 对他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从情感上 是不可能舍弃李心灵 谁 他用来 他还不条件 他还不条件 他 来 他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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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这个人呢 从小就嘴硬 就算犯了错误 也不会道歉 反正今天这个事呢 我确实冲动了点 我应该拿枪指着你的头 那你拿枪指我一次 来 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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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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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还对劲 往这按着坐呀 我跟你说 这人呢 就不能冲动 一冲动就容易犯错误 有一次我们打仗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老班长 被鬼子打死了 我这一着急一冲动 我蹭我就窜出去了 你猜怎么着 我刚一窜出去一颗子弹 疼就打在我胸口上了 你还别不信 你看看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冲动了 我能活着就再也不冲动了 冲动就容易犯错误 真的 谢谢 我说秦峰啊 你真得好好想想 是整个禁察记的安危重要 还是李清凌一个人的生命重要 孰清孰重你应该清楚 等等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弃李清凌 不是放弃李清凌 是另外想一个办法吗 我有了 拿磁三五郎换李清凌 你看这个办法就挺好 对不对 行 就用定了 不冷气了 不冷气了 什么气呢 对了 你那个办法也是拿柴火烫的吧 哎哎 我这真是自弹咋的吗 你也有筋铁 哼哼了 我 obsession 所以这就是 我听这就是 这就是 我听到这一点 我们会用的 搞得啦 植物 不得了 我还能长得 我们要听就 turbulenc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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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抓住个自三五郎 他的中心 你不清楚吗 李书记 是我我的错 请组织上 处分 书记 烧死自三五郎 是我的主意 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猛龙先生 首先我要感谢 你为我们党做出的贡献 但是梦龙啊 你知道这个资三五郎 有多重要吗 如果你问出的情报是假的 那我们全都白干了 牺牲的这些同志 能明明吗 黑龙洞要是不破 警察局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为此而亡 梦龙 这个责任 你担当得起吗 书记 我确定我得到的情报 没有任何问题 战争是残负的 敌人是狡猾的 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此话说得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我知道梦庄的事 也知道你的仇恨 可成千上万军民的性命 与你个人的仇恨相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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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语 我一定为你报仇 爹 我一定会为小语报仇的 我一定尽快查出凶手了 我一定尽快 看我吧 我一定会为小语报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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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中 你说什么 你把资三五郎给杀了 对啊 怎么了 这烧死跟小日本 跟踩死一只老鼠 没什么区别 问题关键是 我们失去了 唯一交换的机会 月儿 月儿 我敢把他拿下气的 可见对那个李静 那感情之深呢 这个事儿也是阴错阳差 也不能全怪朦胧 他能等到贪人把消息审出来再杀他 已经是顾全大局了 这样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封锁消息 不能让龟田八郎知道资三五郎已经死了 还有就是 派一个人跟龟田交涉 换人 我去 不行 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这个事儿还真得恶趣 派一般人去吧 现在咱不够诚意 放心吧 四三五郎的命啊 并很重要 没有其他人了吗 那是谁去 李贤别 他刚逃出来 再让他回去 那是羊入虎口 张黑的这个人也是脾气太暴 都不合适 三两 事不宜吃你赶紧定吧 好吧 交换地点在十里坡 双方只能带十人 如果要违约的话 交换取消 我跟你一起下山 你也不能去 我去找朱道 如果交换失败的话 另想他罚 子良 组织记者苏山队 先把黄头上这班人给灭了 我们下山以后马上封山 私自下山者就是间隙 就地震发 传他下去 行 没有 那个资三五啊 鹏头还真硬 打得按手都齐老紧了 他还是一声不吭 有鬼子打 快过是神仙 别动 把枪歇了 你们是什么人 你管我是什么人 走 跟我们下山走一趟 走 小子 居然还知道自三五郎的消息 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 这帮狗扎种 有他们好巧的 准备这道 是 前踩后响 算你狗腿的命大 事劣 没事吧 没事 出发 一队怎么能看好 告诉归田先生 平行寨来人了 平行寨的事越来越大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我们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和牺牲 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是我小看了李行风 这个人现在已经成了新大伙 我想给我十天吧 我去趟平行寨 把他山寨的情况弄清楚 我们再制定作战方案 十天的时间 有把握吗 十天够了 报告 进来 中国的下 外面有个人说是平行寨的 要嫁你 平行寨的人 看来我要回避一下了 但是我要盯您一句 如果这个人的到来 是跟教授有关系 那你就不管花什么样的代价 一定要把这些教授换回来 明白 人在哪里 人在哪里 高院 待会儿把他叫你来 下去吧 看来得唱出 θ红蒙艳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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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著中排長 去好好的看看李青林 明白我意思嗎 哎 去吧 啊 中排長 借你的嘴 給連興奮殺個話 如果他以後 做事太猖狂 我就把平行債給他點了 什麼東西 跟我談條件 簡直就是個流氓 無賴突圍 你 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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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收民符五百 他以為民符是鑽頭 想搬就搬 現在民符還真是不好找 行一會兒是出口告示 啊 行 大哥 林青鳳要見你 啊 啊 啊 父奶奶又來事兒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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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林 老爸你怎麼來了 江林他沒對你用心吧 身上沒傷吧 沒有 沒有就好 沒有就放心了 你這個大火力專家可不能有什麼傷啊 你要是傷什麼傷 先放可就沒了槍啊 你要是有什麼事 心中 就沒有了 擔憂好了啊 哎 走了老爸沒事沒事 你別 走 進來 老爸 不是我說的 你不應該冒這麼大的錢來看嗎 你要知道 身上需要你 三更需要你 拜託 青蓮 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 用四三五籃換你 看你沒事兒 那就放心了 啊 我走了 老爸 如果我有什麼三長兩短 替我照顧好司令 先不然還等著你照顧他 好 黃嫂 以後一定要小心 嗨 千萬不能再到一個 好 太君 太君 他們也太狡猾了 那是錢在後鄉的地來 防不勝防了 而且他們早有準備 對了太君 我聽他們說 這三教授還沒有死 活著呢 活著 你確定嗎 我也是聽他們說的 聽說的 耳聽為虛 眼見為之 明天我派田中少偶 和忠義風上任 聲明 拍攝 也不 死的 沒什麼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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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边还有个叶英呢 那这样呢 再找一个有价值的 可以绑架的人 对桂田来说 有价值的 只有大同司令部的人 但是 大同司令部的人 从来不轻易外出 即使外出也是重兵保护 没可能 没可能的 难道桂田身边 就没有能要挟住他的人吗 媳妇 我真的帮不了你了 好 既然帮不了我 那我就带着平行寨的兄弟 跟他们拼了 媳妇 佐藤司令的夫人 倒是有机会 司令官的夫人 倒是个好目标 但是肯定戒备森严的 有机会下手吗 佐藤的夫人信服 每次来灵丘 都会到决山四季 他有多少个侍卫 十几个 都是蹭步无离的吗 在大殿的时候有机会 有机会就好 他生出来灵丘 已经到灵丘了 佐藤这段时间 正忙于黑龙洞的攻势 我猜得没错的话 佐藤夫人这几天 就回去拜托 这几时间呢 早是十点钟左右 周大哥 你不知道你的情报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答案不言心了 你小心点 你… 呗… 怎么啦 你…… 金灵哥怎么样 发现 他没事 没被鬼子扯没 我让我有 怎么可能呢 满下 这李连长一向是聪明 他肯定和鬼子在周旋你 你别着急 鬼天相信你的话吗 看他那个样子也是半信半疑 所以他要派人上山更敢验货你 这验货肯定是露馅 是啊 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 那只能达到明天上午十点上山 有了 咱们去趟决战寺 现在 没事吧 我是 说说道 最近 归天对你咋样啊 还是 停留在怀疑的阶段 为啥 没有不脱风的墙啊 爹 你看 自三五郎现在已经被他们抓了 我是不是 现在就可以跟着舅舅一起干了 你就昏头吧你 怎么了 我也是为朱家照相啊 咱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嘛 现在可是日本人的天下 保命为重啊 你没发现 自从自三五郎被抓以后 这朱家被便衣盯得更紧了 我已经跟新婚说了 叫他们 以后绝对不能来咱们家 另外 告诉谭人 不要让他接近朱家 如果有个风吹草动 让归天抓住证据 就朱家必死无疑 哦 对于中共 我们还要采取莫领粮可法 既不投靠 再必要时有意无意 帮他们一把 爹 还是您考虑的周全 聪明的男人 方为大丈夫 但是记住了 该出手时候 一定要出手 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顾虑 就是 现在黄通人 盯我盯得太紧了 始终是个隐患 爹 您看 是不是跟舅舅说一声 必要的时候 把他铲除了得了 黄通人害了王普贤 又得罪了平行战 县大队和连兴凤 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的好日子 已经落头了 感谢《我仇人》 时回遍 不想伤疾 是不会放过我的 大队和连兴减 童年里那暗地点唱给暗家 家乡父老兄妹 是那老祖宗心歌 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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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一温这座山 这刀关这满天风黄 血渴流鸣可丢 冲突不能生 温一温这条狗 这大量这片片春落 头能能过云能过 为此不能过 就是小孩子不能过